曾经穷到光定的欧洲脱油瓶 如今却是高福利高大于的发达国家 高福利的背后却乱象很生 国内女权走向极端 真人版大头杀 狂战77人 只被判了21年 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挪威王国简称挪威 位于欧洲大陆西北角 斯坎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 东面与芬兰 瑞典和俄罗斯接壤 其面是北大西洋 全国总面积38.5万平方公里 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时期 那时的北欧在欧洲其他国家 可谓是臭名昭著的存在 当时大名鼎鼎的维京海盗 就是出自这一片地区 当时挪威也属于维京人的居住地 维京这个词呢 在北欧的语言中表示两个意思 首先是旅行 然后就是掠夺 不管是哪个国家 只要是靠近沿海地区 无一例外都被维京人掠夺过 直到九世纪末 挪威才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后来拿破仑战争爆发 作为宗主国的丹麦与法国结盟 弱小的挪威被迫加入战争 后来丹麦输了 挪威也被割让给瑞典 直到二十世纪初 挪威才得以脱离瑞典 看挪威的国名就知道 这肯定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而且挪威国王和丹麦王室 还有维京人关系 当时脱离瑞典的时候 挪威就邀请了丹麦王子来当国王 如今的挪威国王 还是英国女王的后裔 就依据欧洲复杂的血缘和继统关系 它还有英国王位的继承权 挪威之前为什么穷的光地 如今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别看挪威如今这么富裕 在上个世纪 它可是欧洲的投油品 而这一切的转折点 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七十年代之前的挪威 形成完整的国家 已经是十世纪之后了 在这之前 就是个烧杀强烈的海盗 那海盗能有多出息呢 就凭价掠夺怎么可能持续发展 而当时的印法德等国家 早就建立了完整的国家制度 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方面 挪威都差了一大截 成立国家之后 也是被丹麦所统治 早期挪威的经济 依靠的都是渔业海上运输的 结果1929年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没过多久 二战也开始了 二战的时候 即使还是宣布中立 不过由于挪威的地理位置 使德国海上交通要道 德国害怕挪威会屈服 在英国的淫威之下 卡住这重要的海上通道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给打了下来 本就落后的挪威 差着被打到经济衰退 即使二战结束之后 都没恢复过来 不过在美国的资助下 海外贸易等逐渐恢复 但让它经济腾飞的 还是在广袤的海洋上 发现了石油 截至2021年数据 挪威的石油与天然气 总储量达到了159亿立方米 是全球第12大石油开采国 以及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 油气资源出口带来的巨大利润 直接让挪威 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 一跃成为高社会福利的发达国家 人均GDP约8.9万美元 但或许什么都不缺了 总要追求点精神方面的事情 说到女权 那就不得不提到北欧国家 在这方面 挪威和邻居瑞典 可谓是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原本女权的出发点很好 讲究的是男女平等 不管权力还是义务等其他方面 证明女性也不比男性要差 然而挪威早已超越了这一阶段 向着更高阶段飞跃 甚至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 如不允许举办宣美比赛 因为这是物化女性 就算有北欧国家的女性参加 那估计是其他国家的巧民 女性遇到什么事情 男性不能主动帮忙 得女性主动求救才行 然而这些还只是些小问题 极端女权带来的还有泛滥的圣母亲 挪威是废除死刑的国家 最严重的惩罚不过就是坐牢而已 2011年挪威首都中心发生了一场爆炸 这次事件造成了七人死亡 而放着炸弹的凶手 此时伪装成警察赶去一个小岛 距离首都奥斯洛直线36公里的余特岛 当时余特岛上正举办夏令营活动 岛上大部分都是青少年 凶手借着奥斯洛发生爆炸为由 混进岛上并把所有人集合起来 当这些人还不明所以之际 凶手掏出枪朝他们射击 回过神的众人四三奔逃 这凶手也开始进行一场真人版大逃产 这场屠杀造成了69人死亡 近百人受伤 警察在抓捕这名凶手时 凶手直接就投降了 根据挪威的法律 这名凶手安德斯被判处21年监禁 然后被安排进世界上唯一的七星级监狱 不仅有自己的单人房 单独厕所 还有电视机 甚至娱乐社是一应俱全 而这名凶手还起诉监狱 认为监狱提供的黄油不够抹面包 没给他护肤霜等等 结果还剩租了 最离谱的是当地民众 八成以上的人并不赞同 对这名凶手执行死刑 如此离谱的国家 你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你发财的小手 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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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her 感谢观看